我们就来看到新加坡 到底怎么样来吸引这些人才 其实现在当然 抢钱抢人都是新加坡必须要做的 尤其是专业人才 我们先来看到以新加坡来说 每10个人里面大概就有3个非居民 什么叫非居民 就是如果他就是拿工作签证的人 还有相关的家属 甚至留学生也都算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比例是稍微高一点点的 但是他们希望说 他的人才政策到底有哪些特色 第一个要跟他希望 还有他企图发展的产业 必须要紧密扣连 而且是跨部会的动员 他也区隔了公民跟非公民的权益 这点事情我们其实从刚刚 这个我们讨论的印花税 还有在控制他们买房子 投资相关的一些政策 就看得非常明显 因为他还是非常希望可以保留 还有当地居民的一些相关的权益 所以有哪一些呢 必须包括像是薪资的高低拉 还有在领域的不同 他都会发给不同种类的签证 再来其实我们来看到 以新加坡来说的话 他们真的是给薪给的蛮大方 尤其刚刚其实 博士一直在提到说 他其实非常希望可以发展 所谓的科技产业 所以说他当然会给一些 相关的优惠还有签证 不只是钱 其实可能要让人才进来 签证是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像是还有顶级专材的签证 叫One Pass 然后呢其实月薪来到了68万台币以上的高级人才 还有世子5亿新币以上的股东创办人 还有如果你今天曾经是主导超过10万人用的 这个相关的软体或是硬体的研发的话 都是有办法成为他的资格之一 他不只已经是重视你的财力 包括你的学历还有经历都非常的重视 那我想要请教这个教授来看 你怎么看他们的人才政策 但是还是要回到一些议题点 就是这些关键的产业 在新加坡现在有没有形成一个聚落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工作的考量 尤其他要吸引的这些人 都是相对有竞争力的 他必须要来到这里对他的career 还有后续的发展 因为有些人大部分年轻人 他出来海外工作 往往只是为了一个short turn 就是说我可能是来这里取得一个经验 除非他是真的所谓的非常中高阶管理阶级 那他真的就在这里落点 变成一个区域的主管 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更多样的时候 所以他在评估的时候 他要想说他来这里 他相对应的这些产业的发展 而不是只是针对单一的手机公司 我跟着过来 那当然他可以吸引一些人才 可是这个部分 当我们要把它变成 我们的讨论是说 这个产业要能够成长活络 转为他实体经济 相对原先的这些金融跟贸易 有一些支撑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人才政策 产业政策的配套上 可能还需要更多更具体的做法 所以等于说 如果单一单点的吸引人才 竟然当然没有什么意思 反而是要形成一个聚落 才会是比较有用的 但所以说我们讲说找工作 其实高薪也都是蛮重要的 像是他们的区块链 还有手机 还有网站 软体的他的薪资年增率 都是明显偏高的 尤其现在大家在讨论的AI 也都是现在非常热门的 真材领域 尤其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到了半导体 当然半导体现在大家都想讲 尤其现在在全球整个供应链 开始重组 而且重新分配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想要分一分根 那其实以过去的美中科技战 新加坡也都是有受惠的状况 其实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 晶片施造设备 其实以现在官方的数据 还有相关的数据来说的话 4月份是4.07亿美元 比3月增加了9.6% 而且这也是2022年来 8月以来的最高 那其实现在也传出 但这是传言台积电 连电还有相关的应用材料 相关的厂商都要大举的进驻 那我想要请教这个博士 我们刚刚想说所谓的产业 我们当然很希望它形成一个聚落 那以半导体的这个产业来说的话 有办法在新加坡形成一个聚落吗 如果它以它的产业的特性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刚刚在人才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它一个重点的产业 其实还是比较偏向IT 软体 资讯这个部分 可是半导体的话 它的一个聚落当中 我们刚刚说 从IC封测设备等等 晶圆等等之类 要形成一个聚落 像台湾就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聚落 它的人才有所谓的电机 电子材料等等各方面的一个样态 目前我是觉得说 如果以新加坡它的腹地的发展性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泰国越南这些 它其实目前现在还是以消费性电子 或是成熟制程为主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说高阶的设备 还是在欧美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它还是有很多块 就是说你要做AI的做高阶制程 做成熟制程 做消费性的 还是是做国防应用 我想程度上跟人才的这个 这个关键领域上还是有差 那目前我觉得新加坡在软这个部分 相对是比较可以 硬的部分的结合跟产业的聚落 可能还需要有一点时间的规划 这个包括从上游的供应商 到终端客户市场差别 都需要有配套去把它完成 对其实半导体大家都想要发展 但其实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好相关的配套 这才是考验这个聚落能不能成真 还有他们的半导体梦晶片梦 能不能呈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